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老爷 你们放心 崇后虎尚在城郊三十里外扎营 看来今天不会有所行动 他们是为了我的事儿来吗 女儿不用担忧 我绝不会让你进宫受罪 放心吧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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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我们应该乘起不备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 冲动不足以成事 川忠 你这鲁莽的性格什么时候才能改 父亲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禀侯爷 北伯侯率领铁骑兵已到达城外 请侯爷去见他 知道了 好 来得正是时候 川忠 好吧 让我们去看看 不知北伯侯到此 有失远迎万物见怪 不必客气 驾 驾 驾 北伯侯此次来冀州有何见家 你们父子俩提反师辱骂大王本当斩首 是我和费大夫为你们求情 让你把女儿送进宫去 这样可以恕你们欺君犯上之罪 若不从命 你们全家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北伯侯 是带王听信禅言 强烈我宋女进京 才逼我造反的 你别忘了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一个女儿算得了什么 出口 我早就知道你和费仲一个鼻孔出气 为虎作仓 你竟敢出口伤人 你全中 北伯侯 我念你们是我属下 才带你们向带王求情 想救你们一命 你反倒骂醒我来了 北伯侯 泉中年少不懂事 望北伯侯海量 我恕不恕他事小 你要是不送你进宫 那可是弥天大罪 不光你全家性命难保 还要罪诸九族 诸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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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你全家民 你还燃热 我�ändig 你也带走 你来 不光你 乱一起 其目几点 请恕女儿不孝 女儿 女儿 俗户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你要想清楚了 抗旨造反 这个罪名不轻啊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小姐她 她上吊自尽了 什么 我的好女儿 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啊 不要走这条路 妹妹 你为什么这样傻 父亲 都是女儿惹出的灾祸 还是让我死吧 怎么能这样呢 女儿 你千万不能有轻生的念头啊 我死了 就不用连累家人族人了 你放心 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好好让她睡一觉 不要忍心抛弃父母 办法总会有的 你女儿 没事吧 你女儿没事吧 没事就好 好 要是死了 那一定会株连九族啊 我卖个人情给你 给你三天期限 你要好好地劝服于她 难道为了一个女儿 而让全族人惨受株连 万万不能啊 老爷 女儿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不能让她 坑在皇宫里啊 是啊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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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少爷刚才带着精兵出城 想必是突击对方去了 这个全中 老爷 对方人多势众 全中金犯凶多鸡少 我快想办法救太阳 赶快召集兵吧 冲击 杀 父母偷袭了 杀 杀 快 快跟我下 仇爷 苏西农前来袭击 小子 我要把你杀的骗家不留 走 站住 站住 快 干嘛 快 快撞 侯爷 咱们跑了 不要追 恐怕有埋伏 父亲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说了你那么多次 叫你不要太鲁马 你总是不听 你知道吗 你经番行动损失了多少兵马 是不想攻击不被 杀退冲后虎 是大王不敢小觑我们 不敢再派兵来攻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现在事成其虎 只有反抗到底 禀侯爷 东西南北城以增强人马严加防守 好 吩咐士兵戒备随时迎战 是 上天垂帘 保佑冀州百姓和我苏家的安全罢 不报今夜之仇 难消我心头之恨 中将听令 传令下去各方准备明天正午饱餐之后 全面进攻冀州城 是 谁个提来苏护父子的首级 重重有赏 是 是 禀侯爷 小人探得敌人磨刀祸祸 号令平传 像是要准备攻城的样子 是 再探 是 一定要守住城门 绝不能让敌人攻入城中 危害百姓的安全 兵来将党 水来吐焰 四路兵娃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侯爷一声令下便可攻城 好 同时进攻东南西北四个大门 看他能有千军万马抵挡得住 禀侯爷 西伯侯在银门外请求见你 让他进来 是 他来做什么 西伯侯 北伯侯 大驾光临 有何见叫 不 我就是来看看你 怕以后见不着了 此话怎讲 这不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只等我一声令下 踏平济州城 灭他苏护九族 北伯侯真是 用兵如神哪 可是这个仗 以老夫的余见 还是不打为好啊 你怕我打不赢苏护 打不赢苏护 当然无法向代王夫命 我担心的是 你打赢了苏护 灭了他的九族 怎么样 恐怕你就更没法向代王交代了 这又如何 别忘了 代王浑淫梦迁的 不就是想得到苏护之女苏达基做妃子吗 你踏平济州城 覆巢之下 岂有婉卵 万一苏大鸡死于乱军之中 代王他能轻饶了你吗 再说 就算你乱军之中保护了苏达基 宋王朝歌献给代王 嗯 又怎么样 苏达基不会忘记杀父之仇 一旦他得了宠 那你可救 多谢西伯侯指点 不过现在已事成起虎啊 少不得老夫还得走一趟冀州城啊 劝苏护宋女进京谢罪 可是有一条 你不得轻举妄动 这可以啊 不过苏护他肯吗 去说说看吧 其实我也是多管闲事啊 我是不忍心看着你们两家兵戎相见 让冀州城里老百姓 生灵涂炭哪 好 告辞了 告辞 侯爷 俗话说军命不可违啊 依我之见 侯爷还是宋女进京 顾全大局为好啊 像侯爷现在这样 与朝廷为敌 非但女儿难保 恐怕冀州百姓 也难逃兵险之灾啊 听说苏护鸡品格贤淑 若能有这样的贤女子在代王身边 是代王清贤臣远小人 岂不是我大英朝之福吗 望侯爷三思啊 西伯后 这么说我是应该送你进宫了 是的 你 侯爷 那就 只好如此了 父亲 不要哭了 去看看女儿吧 嗯 母亲 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母亲 母亲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为女儿梳头了 女儿 父亲 对不起你 父亲别这么说 女儿也是深明大义的 只是希望以后 父亲常来宫中看望女儿 我会来的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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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来了 找我们干什么呢 什么呀 过来 快点 我听说 祭州侯苏护要送女儿妲妓进宫 这可是个好机会 是啊 带我去附在妲妓身上 不愁弥补到婚君 让我去 别争了 你们忘了女娲娘娘的吩咐吗 好 以后我会安排你们去享受一番人间的荣华富贵的 太好了 来 我来 今后 小医馆陈设简陋 请君侯是不是 不要紧 我们就住一晚上 明天一大早就走 是 行营已经准备停荡 为什么要住行营 君侯 小医馆最近一直在闹妖精 所以不能住人 请君侯和贵人全且在行营安息 胡说 什么妖精不妖精 这实在是 还不快快去准备 是 是 父亲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不用担忧 今天晚上你们要家乡巡逻 严家看守 不得有误 是 是 明天就到朝歌了 女儿 以后你在代王身边 要多劝他安邦治国 万万不可因为你 而误了朝政大事啊 女儿从小受父母教育 懂得如何贤术贞德 父亲你放心吧 喷完了 早点睡吧 嗯 侯爷 小心守护 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误了大事 我们都无法向大王交代 试试 你怎么回事 你看 怎么有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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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呢 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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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精来了 妖精来了 快来 妖精 妖精来了 妖精 妖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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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妖精 怎么没呢 你看 你去找你 你帮我 女儿 不好了 不好了 侯爷 侯爷 有妖精啊 就在里边 你进去看看吧 真是不得了了 怎么会这样 女儿 侯爷 女 女儿 女儿 父亲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刚才看到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看见呢 刚才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从悬崖上摔下来 把我给惊醒了 还听见您在喊呢 没事就好 刚才可把我吓一跳 托祖宗保佑 平安无事 不然我又要犯七王之罪了 父亲不必过虑了 快去休息吧 是 家乡巡逻 不得松谢 是 哼 封城王 带王特派我们在此 恭候冀州侯和贵人 吴城王 吴城王劳驾了 不用客气 今晚 现在舍下将就一宿 明天再进宫 觐见戴王 多谢吴城王 多谢吴城王 姬州侯别来无恙啊 永不朝上言犹在耳 现在你又回来了 信口开河的话 以后还是不说为妙吧 要不是西伯侯对我小民大义 我是绝不会将达基送到京城来的 西伯侯做得对 侯爷威震天下垂怜百姓 是不应该喂一个女儿 而是叫君臣大义令天下的百姓 遭受涂炭之灾的 恨之恨肺中的小人害得我骨肉分离 一家凄苦 这个费中 他也太跋扈了 戴王也太宠幸他了 我的女儿身来娇柔 我把她进宫以后 又会惹出什么是非来 侯爷不必多虑 我妹妹在西宫几年了 她说江皇后宽容贤淑 她会照顾打击的 戴王 姬州侯苏护昨已来到朝阁 等候戴王召见 传苏护来见我 传苏护上殿 是 苏护宿女来迟 望贷王恕罪 冀州苏护 你提反尸 法事永不抄上 今天你还有何话好讲 推出去 斩首 戴王 是 戴王 苏护反伤 理当死罪 但他能听从西伯侯的劝告 亲自把女儿送来朝阁 还望戴王宽恕 赦她无罪 戴王 老臣将所言极是 苏护宋女进京 一万君臣大议 如果戴王再杀她 恐怕 满朝文武大臣难以欣服啊 请戴王胜财 武城王 你说该如何处置 请戴王 赦苏护无罪 怎么 你也替她敲情 对啊 武城王 对啊 就是啊 以小臣于见 应该宣苏护女达姬朝剑 如果她真的容貌出众 戴王应给苏侯加封 如果她不趁戴王心意 可将其妇女一道斩授 以正其罪 好 言之有理 宣 苏护之女 苏护之女 苏护上殿 优优独播剧场——录像 臣苏护之女苏达基拜见代王 抬起头来 天下竟然有如此娇美的女子 苏达基 你一路上辛苦了 谢代王洪恩 臣你愿为代王消全马之劳 来啊 送苏达基进寿仙宫 是 一会儿就来 真是冒笔天心哪 松公王 苏护 我赦你无罪官复原职 夹缝两千代 满朝文武前去祝贺 娘娘 皇贵妃杨贵妃到了 哦 妹妹 向王后娘娘请安 姐妹之间无需多礼 你坐吧 茗玉 备茶 是 娘娘在秀什么 闲来无事 秀来消遣 是对鸳鸯 真是栩栩如生 是啊 秀得真好 看你们说了 皇贵妃 杨贵妃 请用茶 请吧 嗯 娘娘 嗯 听说戴王以纳了苏达基为妃 哦 我还听说她的女工活做得很不错 那可好了 以后我们可就多了一个伴儿了 刚才我在花园遇到她 她的容貌令人看了都嫉妒 我恐怕戴王会 妹妹不要杞人犹天 苏护为人中耿正直 相信她的女儿言行必定端正 娘娘所言甚是 你呀 不是吃醋了吧 霸气 嗯 嗯 苏美人 我虽贵如天字 富有四海 可三宫六院 没有一个有像你苏美人这样 醉人的容貌 今天见到你 我才感到以往我是白活了 真的感到是白活了 大王 你们都下去不许伺候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刚才大王说的一番话太重了 我哪儿担当得起呀 这话怎么讲 嗯 在家的时候 常听我父母说起 江王后才貌品德天下称赞 西宫黄贵妃也是世上少有的美人 天下 有谁能和你苏美人相比呢 大王 大王有令 今天不登殿 大王现在在哪里 寿仙宫 这 大王既然有令 我们还是退朝吧 出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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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王正陪苏美人饮酒 谁也不敢进去打扰 娘娘 又让你们白忙了 你们快坐下吃吧 吃吧 最好把它全吃过 娘娘 你也吃一点吧 不 我不饿 莫非真有妖气笼罩深宫 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王 这是杜元贤太师送来的集见 臣夜观天象 似有一股妖气笼罩身宫 望代王保重身体 洞察一切 岂有此理 我刚召了一贵妃便咒我 我刚来宫城不久 就有人说妖气笼罩身宫 带王 你还是放我回冀州吧 不然以后的罪过我可担当不起呀 大吉 你千万不能走啊 大吉 你不要生气 我不会叫你受委屈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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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杜元贤诋毁我 你要惩罚他 替我出口气 好 传令 先把杜元贤收监 明天正午 斩首 是 大吉 你满意了吧 侯爷 侯爷 怎么 代王临朝了 没有 代王太不像花 侯爷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 说代王不临朝 是因为有个美貌的妃子 说商朝的江山 将毁在小姐身上 够了 别说了 侯爷 吓得该死 起来 没你的事 去吧 是 大吉 到底怎么了 妹妹 代王近日有没有到西宫啊 自从苏达吉来了以后 代王未曾踏进西宫半步 哦 这样说来 代王一直流连寿仙宫 想不到苏贵妃 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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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